花蓮縣擁有豐富的原住民文化 其中食物可顯現文化精髓 花蓮縣政府規劃慢食產業布典計畫 並在10號邀請義大利慢食組織 在線上舉行論壇 分享慢食工作內容 也邀請韓國、日本、馬來西亞等8個國家 一同為花蓮原住民慢食文化發展 進行國際慢食論壇 我們這次辦第二次的國際慢食論壇 最大的特點是 我們這次成立了14家慢食產業的布典 而且每14家的餐廳 每一個餐廳都有傳統技法 這個是非常不容易的 台灣原住民千百年來在台灣 我們都是實踐者 我們的生活一直都是跟在地連結在一起 這個也是我們的特色 今年因為來到花蓮來參加110年慢食論壇都是國人 那今年我們有做線上的跟 菲律賓、馬來西亞以及韓國、日本、泰國、印尼 一共8個國家來做線上的這個連結、線上的論壇 也等於是一個慢食組織的我覺得是一個跨國的概念 慢食論壇上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協會秘書長中文官 也分享阿美族的把格浪慶功宴 透過飲食分享原住民慢食文化 現在不再只是我們怎麼去採集食物跟食用食物的方法 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們怎麼從食物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比如說像馬格浪或是馬里阿拉斯 我們在一件事情結束之後呢 我們會透過飲食的方式 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我們看見了非常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分享 其實也是原住民的慢食的文化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意外 花蓮縣府表示這次能夠邀請義大利大使跟各國慢食組織成員共同線上視訊 也讓花蓮原住民慢食文化特色藉此傳遞國際 期盼未來疫情過後 喜愛花蓮原住民飲食文化特色的外國朋友 能光臨花蓮享用在地美食 遠時新聞高娃花蓮市採訪報導